欢迎来到张福源跑马,4.0的频道 我经常说,踏入了季尾,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现象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谈谈 较早时间已经说过了,评分,马房,骑士等事情 今集我们就说了这场马匹 季尾有什么现象,近期留意到呢? 未说,比较特别,多是金俊贵人出来,是考虑 我估计是应该赢的 但是,他的目标,我认为马柱很少奖金和三级赛 就算是这样的 我估计了,有机会我才会遇到郑先生 我估计是马房想赢多场破纪录八场 即是破美丽传承的,我记得是金枪 金枪,美丽传承的纪录 他们是七场,如果赢八场就破纪录 这是唯一的解释 一般来说,去到季尾,很多高班马已经收工了 还有,上次我说了,二十六七分马不跑 还有,第五班,我通常去到季尾,我都尽量买 为什么每跑完一场之后呢? 季初,季中都够不够买,季尾就不太想买 因为我觉得很多马,特别是第五班,可能不跑完这场就退役 行不行都可能退役 他可能不是硬线的分 他可能跑多一场就退役 那就无谓了 如果没有受报,没有什么意思 但我最近留意到一点 当然,跑兵脚,跑的马就很常见 一年十只八只怎么都有 按不到终点,或者断脚,有些意外 香港也不算高 好,因为香港一年跑八百多架 一万个马翅,或者九千多的马翅 如果有九只十只,跑断脚的话 都是很低的,千分一支机会 好过是美国,美国最近风波突然间 马翅里面,先后近期有十几个马跑断脚 会不会是场地太硬呢? 就是他们美国的事情,不关他们的事 就是说,我们相信全季都是十几个 十几个,十几个,十几个 跑断脚,在阵上 那个比例就不太重 一季才十几个 美国短短一个领域都十几个 但我留意到的一点 就是,最近,特别是这几次的 议题,不要计算烂地 烂地因为你不会跑 但是最近这两次的法国和沙田草地 我都发觉有很多马 我用一个简单来说 有些是输六十个马步行回来的 在第五班,第五班 例如,威力升那一场 即是新山福運赢那一场 有一半个马最后面是走回来的 从所缘输20个马,22个马位 威力升30个马位 敬礼输70个马位 敬礼都退役了,别管了 那这些是我们叫做暴行回来的 那同日呢,这个万事正输17个马位 红星队长输18个马位 那些是暴行回来的 有些断了脚的,譬如是 跑断,坏了一脚的安妖 那就是没有过终点 那如果再来看看 比贵宗是多的 贵宗是金狗 但现在你突然集中了 那么多马是这样 会不会是巧合呢 我觉得又不是的 再去沙田早一天了 简单来说 浦东星输虽是很差的 就输18个马位 勒德奥输70个马位 任德性 我任性 输45个马位 进城堡区 60个马位 即是他们没有二十 几十马位 即是根本呢 他收听了 但他暴行过终点 最好笑的 我们是最猛烈的 个人 私人姻缘 全市是私人姻缘 我特别要留意这件事 因为我看巡团影片 我看巡团影片 要等他过终点 要过终点 要过终点 即是说 他输60个马位 即是十几秒钟之后 下个终点 那个画面要等 空白 十几秒 过终点 才断片 下次 如果一场 是 多十几秒 对不起 不是一场 因为直路的镜头有四段 无端端 我等一只 那只爆马 过终点 我只是 外座 在那里的位置 没有工作 即是 接近一分钟 即是 半分钟至一分钟 那整天 有几只马是这样 那我只是 五分钟左右 就是 那个画面 空白 什么都没有 明白 明白 然后等他过终点 接下来才会剪片 因为他的剪片 是要这样的 最后一只马 过终点 才停片 对 因为他作为一个纪录 他不过终点 那没法 他根本是马 在跑道 拉停 接下来 他当然不会拍 那些不关事 所以我们 就是这样的 李伯利是 你宁愿早些 骑士下 落马 拖他回来 我们的时候 为什么他输六十 马位还不收听 六十马位 他都有纪录 因为他过了终点 因为他马会的纪录 就是拍照 每一只马都有过终点 出一声 就给了 计了百分一秒 那他 有权过终点 你就要给他时间 对 对 当年巴基之声 就是 停完开步 再追回来 你都要给他一个终点 如果他 他不过终点 或者 不过终点 或者是根本 完全是暴行 不要说 我们暴行 夸张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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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只是 站着慢慢走 你不要计 当没有过终点 现在出现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个人觉得很简单 在贵中的时候 那些马房 那些马 是不让他跑的 因为 那些 好吃 那些 赢得 跑得的马 就要先跑 跑完之后 那些马 可以赢了 交代 那些 那些 开始投近树 要给那些 第三梯子 出来 出场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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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会去马 这么多书 几十个马位 我说蔡英宝 果然没有跟着那么足 死马关了什么事 死马 你输六十个马位 最多是叫他试集 对 下次叫他试集就可以了 然后 经常都问 骑士 为什么你表现那么差 骑士都解释不到 他就当记录楼问了 然后 就要求你下次试集 先出来跑 他永远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 所以 不用留意 在马会 我再说 最初叫大败 输十个马位 也不要紧 十个马位 原来 头马和 个钟点 都是两秒钟 对 但如果你输五十个马位 的话 你可能就会说 十几二十秒 对 真是搞笑 即是说 季美出现这个问题 很多都 我们以前都听到 很多马 尼马斯 差不多是 求兽医 给他们跑的 喂 让我跑一场 反正季美都不够 让我 让我 那只马 虽然 不是很好 你要让我跑一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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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就是我们 就是简单的那些 精锐部队 已经有很多 收兵了 嗯 剩下一些 疑打鹿出来 哇 不过问题的疑打鹿很多 长长都 竟然有一阵之内 有几只马 是 跑坏了 或者 或者是 输五十个马位 即是输十个马位 不要算 十个马位 在香港已经是很差的 嗯 不算远难地 远难地不懂得跑 他输十个马位 就正常 但干快地来说 如果输十个马位 我们在香港已经输了一条街 所以一条街都不要紧要 但是都叫做 过了钟点 他 他 他 两秒钟 两秒钟 两秒钟之后 才过了钟点 那就不过的 他叫做跑过 不是跑过钟点 而是走过钟点 是的 他肯定是很瘦碎皮 没理的 结论就是 其中一个季美现象 另一个季美现象 就是 上次说的 在评分 很多马 很少马就减了一分 多数马 差不多例牌 是人都两分 但是 平榜员也不像季宗那样 手松 季宗很多时候 三四分那样减 他又模糊 他都季了 差不多一视同人 是人都两分 因为明知你很多都是出来 等暑期减分 为什么呢 你三个月没有跑 出来输一场 我不可以减四分给你 对 你要跑多一点才减分 对 对 你一直跑三四场都输 那就给你三分 减三分 减四分给你 哇 你久不久才跑一场 我怎么知道你什么了 是啊 不知道你什么事 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是季美现象 最后的季美现象 就是说 马匹出汗 马匹出汗 如果我们在冬天 首先 很危险 除非马区习 反正 反正来说 小心点 出汗 但如果到季美 夏天 就没所谓 真的很热 真的很热 出汗 不是代表状态走样 没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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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说 那些 看财职 每次都输 18个马匯 那么多 哈哈 其实 贵初贵中好笑 如果季美在选择马上 一早就认识到这些马 知道他这样 一早就认识到死马 就更方便 即是刨烧几只 是啊 是啊 但你怎样找到他 其实 都不难 如果你真的留意一下 你现在看到近期 季美有时 刨也挺混乱 有时你不知道是真 这场是真球还是假球 或者正如张先生所说 会不会出来 是志在减几分 或者躺脚 希望暑假来减减呢 很简单 如果他能跑得正常 我估计都应该过到手 这个关 如果手比较松一点 如果这段时间的脚 会不会真的松了一点 其实对马匯来说 都不是一件好事 你正常一脚痛他 他就不跑 很正常的 马匯就会冲几十个马匯 但有时你会被骑飞 但他长地挂牌 现在就不像快地 大多都是好地 好地 可能是森马赛 森马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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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水也比较多 所以我估计都会有些不同的东西 我估计 今个月 六月都比较多海外赛事 接下来星期六 会有英国打比 星期日有安田再加法国打比 再说一次我们那天的安排 每周六早上 都会有前瞻英法打比 星期日早上八点 应该都找到戈登 帮我们说 这个安田 还有我们那晚会做法国打比的直播 在免费频道和会员频道都会出 因为那晚很长 索性在两个频道都会出 希望各位可以成为收费会员 因为未来六月中的英国黄家马赛事故赛期 连续那天做几晚 再加上其他星期六日都会有 所以我希望各位成为收费会员 可以听到我们每一场在海外赛事的提供 主要都是英国那边 厚洲那边 我想每天都差不多 我们都会做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成为收费会员 另外也可以继续 这个免费频道的各位网友 可以继续订阅我们这个免费频道 和给我们鼓励的like 欢迎订阅我们的朋友